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能夠對抗癌細胞的天然植物提取物 是有哪幾種和它有什麼的作用 第一種就是勞匯素 在醫學研究報告裡面 證實勞匯裡面含有一種叫做emodine的成分 那這種成分是有效抑制連鎖蛋白 令到癌細胞是無法抗散的 第二種就是洋蔥素 根據醫學研究報告顯示 洋蔥含著一種名為crisotin的成分 能夠令到癌變的細胞無法泵出乳酸 最終自作自受而被酸死 第三種就是粟米森素 癌細胞獨有一種酵素的名為中端酶 能夠不斷自我修復避免腦化 而粟米森含有一種叫做lacotinic acid的物質 能夠有效抑制中端酶 加速它的衰老過程和加快癌細胞滅亡 好,回到第四節 回應網友及解放關節 先回應網友 有一個網友問 現代戰機規備導彈 無論導彈是由SAM射出來 或是戰機空對空射過來 其實規避是如何規避 我想說,可能你不注意 其實這個題目是很難答的 首先,我們要定義的 定義是甚麼呢? 首先,空對空導彈還要分短中長 短程的紅外道 基本上,誰先攻擊,贏率都七成以上 所以,只要看誰先攻擊 如果先攻擊,對方先攻擊 可能你還未攻擊,便爆發了 所以誰先攻擊,誰先攻擊 在短距離的空戰會發生 另外,如果中距離的 即AIM-120D 中遠距離 有效射程大概是100-120km 但真正的射程是不止的 真正射程大概是180-200km 但我們經常說 因為我們有一個概念 叫做可途日範圍 和不可途日範圍 戰機也會轉彎 大家應該有些資深 都聽我們說過 這個情況是甚麼呢? 如果你是空戰戰 空對空的導彈 空對空導彈 你怎會知道別人射你呢? 你沒發覺看戰爭片 那些飛機會會響到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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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據說不知哪些國家會有一個類似聲說話 是嗎? 有導彈迫近嗎? 是不是發降的? 好像是 法國是有女聲說的 是嗎? 是中文嗎? 不,好像是法國人 應該是法國人 不是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傳說 我聽人說 我未知不知道 但通常是吐噗噗噗噗的 你看到的F14,以前我们看Top Gun Top Gun有时都是Dudu的,不断Dudu是很害怕的 通常Dudu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雷达接收器 你便想到它接收什么雷达的信号 就是对面的火控雷达 对面是照你的过程 如果它scan你,就会Dududu这个速度 如果lock到你,就Dududu这个速度 即使它是不断的 所以当时,如果我已经开始Dududu这个速度 基斯就要做规备动作 大G的,即是不断做 做到很接近9G 总之要摇摆,摆脱到它的位置 开AB的,开Afterburner,就走 如果被你脱落,你就会快点反过来 你没有发觉以前F14是什么很流行呢? 如果两架飞机一超越,就会向后望 不断向后望 因为去到那些位置,就算视距 也要看得到很快,咬回人家 就是最快的 所以当时没有很流行咬后 而且中国的飞机,咬后看的角度 是没有西方战机的位置那么好 是呀,这是其中一个问题 这些是很仔细的东西 说回来,空战就是如果大家是中距离的 例如假放军一个叫做Piclix-15 它也叫长距离 你当Piclix-12 中距离,就射了 理论上,中距离又怎样看呢? 你都要铁人的 如果我的感觉 比你的感觉敏感一点 你铁我,我能铁到 我大规模动作飞走 大致动作飞走 我铁你,你迟了两秒才能铁到 但我已经发射了 那你就死了 必死无疑 但最后是否必死无疑呢? 又要说第三个概念 就是可图运范围和不可图运范围 假设你ARM120D 其实都会告诉你 我们的有效射程大概是80-120 如果我铁你时大概是100公里左右 铁你了,你又不知道 到我快按键你才知道 我都按了键,然后飞过来 因为它大概是有20多G的机动力 你只有9G 你都死定了 如果你真的大概100公里以内 不可图运范围 你就死定了 你当作100公里都可以走赚 但如果60-70就死定了 但其实我们所说的所有东西 都没有最后作准 最后作准还牵涉什么呢? 牵涉天气 例如下雨也会有少少干扰 只是少少 但另一个麻烦就是高空和低空 高空应该死定了 低空的话,你就试试跟它比较 因为你有多于它 你试试有没有机会 最后飞到它没有油 飞到导弹没有油 飞到导弹没有油 这个也有机会 因为是看空的阻力 所以你应该要看对方的训练 即机司质素 干扰弹等等 但现在越来越无用 有些干扰师 烟弹越来越无用 所以你问我就很复杂 但有件事简单一点 就是SAM 如果是地面防空系统 SAM 因为问题是那支弹大 火力足够 射程远 还有人家有光电雷达 它夹着你 它不会被干扰 中的机会就何高 所以如果你被SAM鎖 鎖到 已经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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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 所以死亡率就更高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 基本上连美军的战机都要死 之前沙特阿拉伯那架F15就死了 然后连以色列按刺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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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架F-18 男主角避到XAM 我知道你在說哪裏 沒有了最後爆了 但那裏有些架 沒有可能追九條街 最多追了兩條街 你說的那裏是那個機師 不知道是Shit경就開始飛了 然後那支導彈已經避到幾次了 他避了幾支 人家寫了四支 然後他已經有三支 因為避而沒有了 但最後那支中了 一撞到後面 然後他只剩下前面那一段 彈射 不知道後面那一段是彈射 然後前面那一段是彈射 我印象中是分開彈的 就不是一起彈射 當頭的彈射就彈射 是的 很搞笑 我都記得你說的那裏 那些人不是很假的 沒有人追九條街 最多追兩條街 最多追兩條街 跟人家不會射四支 兩支救你好你的命 所以這件事都是假的 這位網友暫時回答到你這裏 其實這件事是很複雜的 其實我們應該要做專輯 畫完PowerPoint 解釋 但是說到這裏 希望你夠了 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先說 有一則假新聞 一定要說 你問我 我也是假新聞 但一定要說 Alex投了出來 我和Alex沒有相互 就是這樣說 Alex之前投了一則新聞 有一個宣布 但不是官方的 即是宣布 海軍將會選擇 FC-31 我多維都吸回來的 多維那邊 多維你經常有個 多維你經常有個 看多維物認真 好像說到他們是喜劇的 FC-31 大家知道這部 是我們俗稱籤3-1 我記得是J-31 是的 其實他不是J-31 還未J嗎? 還未J的 連大陸都不J 20就J了 但是3-1還未J 3-1你可以J J-31抹能俠 你自己J那些 軍迷有點失望 原因就是 現在人們說 他接下來會上纜載機 即是 你知道 他這些機 有好處就是 它夠輕 你預計他滿載的 20多噸 20噸 鬆一點 機器自己 只有9噸 但是我猜不行 我猜這部機 就這樣都應該要11-12噸 不行 哪有可能 9噸去到台風 浸風 那麼小 是的 但是他的問題是 他栽的彈也挺多 還有你自己有彈倉 你不跟其他 全部慣在外面 還有最大問題是 他的材料差 還有你想想 你還有一件事 你的引擎也不小 你的引擎是 Warshen 13 即是米格29 Audi 33 對 還有他裝了兩個 也有兩個 有些人說 因為他裝了兩個 所以就可以做 纜載機 我上一集 我不是說 J-10不行 除了骨架之外 因為他只有一個人 發動機 所以就不可以做 遷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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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我之前跟Alex 講過 大陸軍事專家 不是經常說 接下來有軍二零體 我說沒有 飛也沒有飛 然後有些人說 殲三一 沒有 殲三一 有些人說 接下來可以做這個 纜載機 然後我說 你連真機都不展示出來 怎麼看呢 然後今次韓展 雖然我跟Alex沒有去 但是我們收到方知 裡面是沒有真機的 又是模型 又是模型 我2016年那一年去 模型 14年 只是飛給你看 但是你也沒有真機 擺出來 其實你有什麼誠意呢? 最差的是什麼呢? 你知不知道大陸 是想拿這部東西來做外銷? 但問題是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廠商 會看著一個模型 跟你說 我搖 有 補風選好 他只是做外銷 現在沒有人要拿貨 現在問題是 我做了一個模型 然後我跟Alex說 你是一個沙特拉拔 超級有錢人 然後你會問 Larry 你這個模型都弄得很骨子 我想要一個中隊 你不會的 因為俄羅斯T-50也是這樣 但是人家T-50都漂亮很多 所以就不會 所以很尷尬 你現在是否可以做彈射 他還要做彈射 即是T型 彈射型 即是骨骼要強 以及彈射型 彈射型的好處 就是他的設計 因為兩個孖子 有人想 你孖子是不是做藍材機 是的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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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說他本身設計 就是打算用藍材機做藍本 有機會 但問題就是 他增機不出 彈射型 但他現在還未有很常見的視頻 你看不到 連禁射型的君子也不出 即是證明了他還未定型 接著他的機器也不可以 機動外型也不可以 其實好些都不可以 但最差的是什麼呢? 你記得我們有一個彩虹7嗎? 彩虹7是你說過的 你說彩虹7的樣子好像MQ25 你說像那個 你記得是非易營設計的 是嗎? Loki Manti的那個 彩虹7也有得看 那為什麼你沒有得看? 你還要取代籤15 老實說 你問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他的掛載量是厲害的 去到8噸 是厲害的 8噸我沒有記錯是比F-35 F-35好像沒有8噸 應該是5-6噸 所以是厲害的 作戰半徑1200公里 你比大黃蜂的厲害 超級大黃蜂都是800至900 你這麼囂張的數據 你又不飛機出來看看 那你是不是很令人難相信 然後他說重要 他說他說 他接下來裝窩線19 窩線13 不夠厲害嗎? 裝窩線19 都不知道是什麼 13都還沒搞定 他已經說了 窩線19 那是什麼來的? 在想著 俄羅斯哪個引擎 可以和他差不多 我也不知道 你說的RD33已經很厲害 也不算厲害 大人物是硬用預先的 放進這些機器來講算厲害 兩副就算厲害 你說還有國家會想著買 請問這些國家是哪裡來的? 一大陸 地底也來的 孟加拉也不買你了 我真的所說 因為問題是 孟加拉會覺得 我不如買你那些簽10 起碼我都見過這部 這部也沒見過 怎麼買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是假新聞 但是有人說 不是啊 那你這些藍罪機不用搞嗎? 你都要搞 你簽10不要那麼廢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是一山還又一山底的 是 如果你出了簽11 做藍罪機 可能出事的機會更高 簽15已經高了 他更差 因為問題是 簽15是壞還是壞 他都延了這麼多年 但是簽31 搞了這幾年都搞不到 我覺得他很差 可能連作為一架飛機 他都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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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又不是說我對這部機器很有偏見 但我覺得是不行 另外又是說藍罪機 有些人這樣說 簽15復席之後的戰力很差 經常跌機 跌了4架 我告訴大家 我相信也不止了 你知也有4架 有機會更多了 有一個外交家的雜誌網 因為簽15重的問題 而且沒有蒸氣彈射 電池彈射都沒有 所以作戰能力很低 這個大家都知道 它有一個近距離的發射點和一個遠距離 如果要差不多有七成的載彈量和載油量 就是一個遠距離點 否則近距離的發射點大概一半都沒有 一般都沒有 即是你一般已經去到船中 即是近距離的船中間起飛 船頭 船頭嗎? 船頭 船頭的位置在降落區那邊 很近距離的 如果正常發射就沒有那麼遠 大概在南橋前面 問題是甚麼呢? 如果在南橋前的短發射區 我想你載到4噸油左右 其實我覺得保守低3噸 如果載3噸油飛得多遠? 3噸油很快 它裡面大概有9噸至10噸 比較鬆一點的油門機座 油是多的 但你載不到的 有個折衷方法 先上去 我用加油機替你加 但問題是 有加油機替你加 問題是你知凡真海軍都是軟管 你沒有硬管 你沒有硬管 即是不可以用混8 油8 油20 好像還沒有硬管 我當你空軍已經有加油機 全部都是軟管 對,你硬管 有硬管嗎? 如果理論上那些機器就出硬管 我當你出軟管 但問題是沒有這種平衡 大陸沒有 最慘就是 接著他們的夥伴加油 就是用他們的夥伴機 如果你是用J15 就用J15幫你加 但J15要自己加調仓 所以就不會加得多 左右每次幫你加2噸 那就糟了 剛剛3噸 因為開AB關係 又沒有了1噸 然後你加2噸給我 我多走兩步 所以作戰距離 我猜是連500公里也沒有 這樣就很快 500公里也沒有 只是飛過 沒有打過 即是可以看著你來打我 我看到了 但我擋不到 所以就很嚴重 現在簽15的問題是 理論上如果非跌的話 如果有彈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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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是厲害的 我沒有記錯是有13個點 13個點 應該可以裝到6支格鬥 你當作可以裝到4支短 4支短4支長 再加電子吊倉 或者再加3個附油箱 這樣就很可惡 這部機器就很可惡 如果你讓它飛到上天 即是側系列不得可以重裝備 是啊 但最可惡的是 一部那麼厲害的機器 偏偏沒有美國的航母那麼厲害的加持 所以就超可惡 還是那句 等吧 大陸一直都打算用 航母艦彈射去做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另外 打開彈艙的問題 大家是否簽20 那次我們都說過 今天再多說一點點 那彈艙的問題是甚麼呢 聽說大陸掛4支 有人說掛6支行不行 其實都可以的 掛6支就短一點 另外掛4支都不差了 掛4支都不差了 那4支是說射300公里 但我經常都說吹水 沒有那麼多 其實沒有人射到300公里 他應該是甚麼呢 首先阿力射笑 雷達也數不到300公里 是否第一個問題 好了 我當作可以 問題是剛才我們不是說了 一個叫逃入範圍 和不可逃入範圍 你射程是不代表你是中的 你去到後來會腳軟 所以如果真的要堅重 G數要做得好 如果你300公里 我覺得還是最後100公里 其實沒有分別 你還是要去到很近才下 很近才射 因為你射就要死 所以我個人覺得 應該是沒有特別的 但是有人說F22的機身是短過纖維靈 是 它追加得多於你 原因是為甚麼 原因是因為人家的進氣度比你更漂亮 人家的進氣度 即是用鑽石型的進氣度 它要求是少一點的 所以它可以做得短一點 所以短的時候 它變成仓本身的長度 就是FIX的 再加你的位置短一點 所以整個機器拉均 就會短於大陸 而大陸是因為 就是進氣度用DSI 它要求進氣度是長一點的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 怎樣叫DSI呢?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鼓巴 它控制 不是用佛門的 而是用那塊東西來控制 就是入氣量的大小 這樣決定 但是那塊東西 就塞滿整個空間 當然主要就是 你視乎那個鼓巴有多長 進氣度就有多長 技術做得不好 你鼓巴越長一點 進氣度就長一點 進氣度長一點 進氣度長了之後 你那些位置不能用來擺東西 是呀 你的彈槽就擺好一點 如果中間的設計 也要起碼F22那麼長 你最後就是長暈 就是這樣 所以相對來說 哪個技術高一點大家都知道 但是有些人說 如果你這樣擺 你的機身是否擺厚一點 那你便很接近 整架機的centre of gravity 即是重心 我說你都傻了 這個年代沒有戰機 是用centre of gravity 來控制操控性 所有戰機都是不平衡的 不明白嗎? 原因是他們現在的電腦 其實是計算了數 你的平衡 他們自己控制 你F16就是了 你們說 所有戰機都不會有一個很平衡的CG 全部都會前後退 但好處就是 反而操控性更好 做得好 而且電腦夠強 所以說這些 軍事知識都是不一般的人 我想說連記者都會這樣說 算了 當然那些側彈艙 我不特別說了 那些說來也是浪費 又是說中國設計天下無敵 彈出來 不是美國那隻擺出來 然後落的那些 那些就不太說了 好了 今集的軍會員來到這裡 好嗎?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一集再和大家溫滿喜言 好 拜拜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